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出去连你的手都看不见 如此黑的程度必须进入一个彻彻底底的黑暗 密宗把它叫做七日成佛法 快速成佛法 认为如果能在黑暗中待七天 你将很快地能够证悟本性 因为外在的黑暗其实就代表着潜意识的黑暗 当睁开双眼和闭上双眼没有任何区别的时候 你就被迫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潜意识 因为现在睁开双眼也是黑暗 闭上双眼也是黑暗 这黑暗是什么 这黑暗就是你的潜意识 在密宗里这个叫做避黑关 完全黑的关 如果你在黑关里不产生任何恐惧 而是坦然放松的 因为你心里知道门外有上师 成就者在护卫着你 你只要放心地在关里面静坐就可以了 令人奇怪的是 当心里面没有任何恐惧的情况下 你在黑暗里一天两天 也许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 黑暗当中将出现一些现象 这个不仅仅在密宗的黑关里面提到 西方的科学家也已经做过完全类似的实验 曾经有西方的心理学家做这样的实验 他们把人放进一个完全没有声音 没有光线的房间里 他给出的外在条件更严格 连声音都没有 在一个完全没有声音 完全没有光线 完全黑暗的房间里 让他待两个小时 只待两个小时 有很多自愿者报名参加 他们测试了四五十个人 结果发现一个共同的很神奇的现象 这些被测者在两个小时以后都反映说 在半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后 他们开始发现 背后或者前面似乎站着一个人 虽然他根本看不见 但冥冥当中感觉周围有一个人存在 而且这个人显然是没有身体的 这个听上去好像很吓人 他仅仅待了两个小时 说明在两个小时内 他的潜意识已经毫无阻碍地 在黑暗中向他渐渐地展现出来了 潜意识喜欢黑暗 只有在完全的黑暗当中 潜意识才会感觉到安全放松 那个黑暗最好能够模拟到跟睡眠当中的黑暗一样 完全放松的 没有任何紧张的 没有外界光线的 声音的黑暗 这是最适合让潜意识释放出来的一个黑暗 在梦中我们会经历一个无梦的片刻 这个无梦的片刻 就是一个完全放松的彻底黑暗的空间 当深层的潜意识经过这个完全无梦的黑暗空间以后 它开始变得松弛下来 原来对你关紧的大门开始渐渐打开 洗衣里研究睡眠的科学提到 我们往往在一个无梦黑暗的片刻后 就会有一个做梦期 这意味着潜意识大门打开了 它开始释放画面 释放梦境 释放各种各样的图像 声音等等 这就是我们做的梦 如果在清醒的环境下 给予同样条件的黑暗 那四五十个被测者一样看到 潜意识开始渐渐释放了 有的被测者在两个小时内 甚至看到清晰的人影 不仅仅感觉好像有人 而是真的看到一个人影 有的看到的是他的亲人 有的被测者反应 他感觉到那个亲人在抚摸他的头 而且有语言 以心灵感应的方式传递给他 如果你的内心是没有恐惧的 知道门外有人在保护着你 知道这仅仅是个实验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潜意识就会释放一些 安慰的梦境 善的梦境 这就是黑官必须要有人 护官的一个原因 并不是护官本身有什么作用 而是在给你一个暗示 告诉你不用害怕 黑官的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必须告诉你 你是有保护性力量的 门外有大师在保护着你 有无数的潜在的神圣力量 在保护着你 只有在放松安逸的心情下 潜意识才会在你醒着的时候 在那个黑官里向你展现出来 这个方法极其奏效 所以密宗认为只需要七天 就足够让你打开那扇门 确实如此 因为潜意识不得不释放 在一个安静的黑暗的环境里 它能关闭多久呢 关闭不了太久的 有人说到唱诵咒语会有同样的效果 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咒语也会给潜意识 一个放松的暗示 你再重复一句话 潜意识渐渐感觉到类似 进入了某种清醒的睡眠 它开始渐渐释放画面 如果给出更严格的黑官的条件 潜意识会更加放松地 打开紧闭的大门 而开始释放 大家知道 潜意识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 1%甚至0.1% 而潜意识占了99.9% 可想而知 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打开潜意识大门 他将面对多么巨大的宝藏 当然这个宝藏里面也有巨大的垃圾 因为潜意识里面潜藏着过去积压的无数的东西 无数的怨恨 这些怨恨甚至包括前世的 它们不仅仅是这一世累积下来的 甚至还有前世的一些情绪都会爆发出来 当你在黑官的时候 它们不仅是以情绪的方式爆发 它们更倾向于画面和声音的方式 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经验过 大家可能只在梦中经验过梦的现象 如果你想经验在清醒的时候爆发潜意识 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师傅在旁边 否则不要轻易地做 它是有危险的 一个能够快速产生效益的事情 也意味着它有巨大的危险 如果没有保护力量的话 请你不要这样做 它有很大的危险性 因为前意识一旦爆发出来 将是无数怨恨 积压的情绪 那个闸门你将收不住 所以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必须有一个保护性的力量在旁边 当有保护性力量存在时 内在前意识受到的暗示 就是安慰的 有安全感的 它释放的东西将是正向化的 你面对所有正向的东西 你就能超越它 道家的老子曾经提到过 所有的颜色里面以黑色为正色 黑色是所有颜色里真正的正色 黑色并不是贫乏 实际上是最终的完整 所以老子说黑色是真正的正色 黑色代表着灵魂深处的颜色 当然灵魂深处除了黑色以外 还有对立的另一面 黑色的对立面就是白色 也就是无限的光 实际上无限的黑暗和无限的光是合一的 当惊艳到无限的黑暗的时候 也意味着你将惊艳到无限的光 这是同一件事 如果你能以清醒的方式 掉进潜意识深处无梦的睡眠 那么恭喜你 这意味着你已经来到潜意识的大门口 你将打开那扇大门 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打开了 潜意识的大门 他将获得真正的内在无尽的宝藏 因为所有的力量都在潜意识里 近代台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成就者 广亲老和尚 他在世的时候 台湾的领导人曾经去拜见他 问他最终的那个力量到底来自于哪里 广亲老和尚回答说 一切的力量都来自于定 他讲的定这个词是非常宗教化的 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其实在定里走近的就是潜意识 在定中 对外的感官全部关闭了 你以清醒的方式进入了内在的黑暗 那是你的家 是灵魂的源头 而那个源头是最终的力量 现在你知道什么是避黑关修行了吗 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万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